大家好,我是关丹中华中学影艺学会的成员 在中学时期里,大家肯定会遇到一些压力吧 而这些压力通常会因外界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出来的 所以呢,这一期视频我们要讨论关于中学时期的压力和烦恼 在上中学时,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压力 压力可分为两种,是外界因素而个人因素 外界因素是从一些事情或其他人身上所带来的压力 进入中学后,带给我们压力都和学业有关 我们的课业会变得非常繁重 此外,我们也会在考试期间为了考取好成绩而变得非常紧张 尤其是中考、高考这种大型考试 我们也会因为同学之间的竞争争论而变得非常焦虑 甚至有些父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考取好成绩而推出他们学习 插手他们的生活作息 此外,有些学生总是把目标定制超过自己能力范围 以为自己能完成高难度的目标 除此之外,我们还邀请了几位学长学姐接受我们的采访 让我们一起听听看他们的烦恼与压力吧 感谢学长学姐愿意带百忙之中超过时间来 我是今天负责采访你们的同学,我是邓欣宁 那你们可以说一说你们平日里的压力还有你们的烦恼吗 我的压力大多是来自学校太多的课业 然后还有写不完的学学报告 我主要的压力是很容易睡迟 因为我通常睡觉时间不稳定 有时候睡得多,有时候睡得少 所以很容易不小心睡迟 烦恼有一次学业上的问题 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 关于学业方面的问题 就好像我们初三,今年要进去同考 就很紧张 然后我们可能要一直读书 或者努力读书 学业关系 然后有时候我们是会上了那些烦恼 就好像,如果你在这个活动你是当一个戴口的 你要去想你要怎样筹划这个活动 或者是你要怎样确保 戴了活动会势力的进行 青少年的烦恼压力 我觉得是 上了我们这个年纪就会开始有一点太美 对自己的样貌有点焦虑 就可能有时候很邋遢 有时候不顾及的事情 可能是你到了青少年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 觉得自己人常不好看啊 然后觉得自己胖不断 会开始会这种荣耗感的焦虑 所以你有时候会变得很压力 然后第二点就是 学业吧,我觉得 因为上了中学这种时期的时候 你会开始觉得 你会开始跟人家比较啊 你会觉得周围的人都比你好啊 你会开始给自己有什么 跟自己有点压力 所以你会实际上觉得很焦虑这种人 如果是我的话 我应该说是世面问题啊 毕竟 自从我们上了中学 很多人每次抱一只哦 我上了中学每次感觉很累啊 我小学的时候是觉得 哦,好紧张,可以到处跑一跑去的方才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上了中学我们就因为 不懂他怎样表达我们的死缘的时候 我们就也是压一些鲜鱼 干娘跟家家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想太多什么 然后我们就会 有时候会行为我们的不一样 可能因为不喜欢跑出去的人 就喜欢住在家里面 那一项人突然开始 肯定还讲话 谢谢了,喜欢一下哦 好,那可以吗 所以说你们一般会怎么缓解你们的压力 或者是解决你们的烦恼吗 我的是学业方面 我可能就会老一结合 然后玩也玩着开 然后学努力学啊 就在学的时候认真学 在玩的时候认真 就不要打步啊 我的话我会跟父母 聊天就讲一下那些烦恼的时候 因为你把你的烦恼 讲给那个人信了 他们可能会给你意见啊 还是怎样啊 就找新闻的人来沟通 就他们可能可以帮帮你 玩解一下你的压力 我通常呢都会听音乐 然后就是在看书 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可以让我自己的心情比较平静一点 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暂时忘记那些烦恼啊什么的 我解决这个压力的方法是跟家人聊天寻求帮助 然后自己慢慢调整睡觉时间 最近调的差不多了 也就没有睡迟的状况了 所以目前算是没有太多压力了 我们团队的方式应该睡觉咯 然后就不浪费自己的时间去想这些东西 尤其你去想别人好过你啊 然后你觉得哪一场哪一场 不如把你的时间去用来去提升自己 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本来就是尽量不要在家里面到处跑一下 给人家精神一下自己 有一点幸福感 外面好漂亮啊 不是很黑暗的世界啊 然后网上就尽可能少 所以因为青少年至少要一个 8到10个小时睡觉 就网上的时候就尽量可以的话 不一定连离啊 给电子那些 是非咯 如果有浪费的话 其实你可以早上有新闻很久啊 青年人啊 他们会给你建议啊 不然就是你写尽你的日记 不然写出来 至少你知道你自己的压力 你还可以想办法解决 同时你可以知道你很多像 哇 一想到自己的压力也来一样多啊 然后就可以找人帮你一下咯 谢谢你们愿意抽出时间 介绍我们的采访 其实啊 我们这里有找到一些解决压力和烦恼的办法 那么学生要怎么缓解压力呢 首先我们可以参加体育运动 当运动达到一定量时 身体的肥胎效应 能愉悦神经 甚至可以把压力和不愉快带走 然后我们一定要保证足够的睡眠 优质且充足的睡眠能提高大脑对刺激性生活世界的调节能力 让我们的抗压能力大幅提高 之后我们一定要饮食调节 多摄入蔬菜、水果、全补物、补制品、鱼、群肉等食物 有助于人体获得充足营养 更好应对身心承受的压力 然后我们要自我暗示 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 想像自身周围环境中 所以对自己有暗示的事物 能够有效的缓解心理紧张的持续 使得自己身心得以放松 最后看阅读能减轻68%的压力 甚至超过了听音乐和散步 每天仅仅阅读报纸或书记6分钟 人的心率和肌肉张力都有所下降 这些都是我们找到的解决方案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